大家敲碗已久的X70 Plus来了 经过三年的研发 在X70的基础上再提升了铺路感与照明效果 X70 Plus的路照效果到底有多顶呢 我们直接上国道实测给各位看 这才是大灯该有的样子 从整体的照明效果来看的话 首先当然是铺路感更加均匀 四线道的国道两侧都有被光线覆盖 跟原厂的LED大灯有很大的落差 原厂的LED大灯时常会出现聚光区 导致亮度过度集中在某一点 其他区域的亮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单薄 这就很容易导致眼睛过度依赖亮区 进而忽略掉大部分的路况 但是X70 Plus的光线分布非常的均匀 路面上的状况一清二楚 视野感觉上非常的明亮 跟原厂的LED大灯不同 X70 Plus亮度非常饱满 能让驾驶更好地掌握路况 最重要的是 X70 Plus沿用了X70偏黄色的色温 颜色接近太阳光 这种效果眼睛看起来也比较舒适 开车也会容易眼睛疲劳 再来就是X70 Plus的照射距离非常的远 大灯除了舒适性以外 更重要的就是实用性 照着远才能看得清楚 遇到突发状况才可以有更多的反应时间 而不是当发现前方事故的时候 已经在面前了根本来不及反应 非常危险 比较一下隔壁这台开远灯的车辆 不论是照射距离还是范围 X70 Plus的近灯都是隔壁远灯的两倍以上 所以能更好地改善行车安全 这两种大灯你觉得哪个开起来更安心呢 至于X70 Plus这么强大的照射效果 会不会导致有刺眼的情况发生呢 我们拿刚刚那台开远灯的车辆为例 即便是照明效果这么强大的X70 Plus 近灯的光切线呢 只是照到它车身的一半以下 是照不到它后照近的 所以不会影响到其他驾驶 最后也是X70 Plus最强大的功能 远灯 以国道这个路段来看的话 当我们开启远灯的石头 直接打到底 远灯能达到的距离 就是你肉眼能看到的极限 而且照射范围变得更加宽广 这是因为X70 Plus的远灯呢 是采用双直射LED的技术 如果你有在跑山路 或者是时常开在没有路灯的路段 开启X70 Plus的远灯呢 可以让你在夜晚体会到白天的感觉 照明效果这么强大的 X70 Plus LED语言 有兴趣的车友呢 欢迎联络我们了解详情 车灯问题找预见光